那這個因為剛剛講台積電 美國的富國神山 叫做蘋果 蘋果電腦 蘋果電腦現在是全世界市值第一名的公司 二點二兆美金的總市值 不是美國第一名是全世界第一名 我們的富國神山台積電 我們的總市值是接近六千億美金 台積電 全世界現在這個以市值來講 拜世界第九名 中國的富國神山 不 富國神九 是貴州茅台 他們中國最大的公司市值第一名是貴州茅台 那貴州茅台市值大到什麼地步 大到超過可口可樂 可口可樂只有兩千兩百七十億美金的市值 LVR 精品 這時期這個你比較了解 還好不太熟啦 三千億美金 那這個貴州茅台 有四千五百億美金的市值 當然他輸給台積電 我們台積電晶片嘛 但他們做酒怎麼會這麼穿 這叫有中國特色式富國神山 為什麼這樣講呢 你看這個我們講說 股票市值 在美國第一名是Apple 在臺灣第一名是這個台積電 科技 日本排名前幾名 你會看到像Sony這樣任天堂這樣的公司在裡面 那到法國它的特色就是像LV這樣的精品 可是在中國就很奇怪的是 茅台就一定是名列前茅 所以大家才會講就是說 這個在比較各國富國神山的時候 中國跟大家都不一樣 然後還有人做了一個結論 這中國網友講的 就當中國跟美國在打貿易戰要怎麼樣打贏呢 就是用茅台先把美國人給灌醉了之後 這樣子中國就可以打贏了 這是中國網友的說法 可是你知道茅台有趣在哪裡 茅台有趣在於說 它在中國跟台積電在比起來 很特別的是 坦白說像台積電賺的是世界的錢 它可以賺很多的美金 但是茅台賺了就中國的錢 老外也不太愛喝茅台 可是你會發現它的股價就是越買越高 買到比中國的銀行股還要高 你知道中國的銀行很多都是國營銀行 那個最賺錢的都是給它 可是茅台可以市值比它還要貴 這個厲害了吧 而且茅台炒作到什麼程度呢 茅台的狀況是我這樣講好了 茅台在對中國來講 你知道從習近平到人民日報都說 這個茅台千萬不要變成扶酒 我們在台灣只聽過扶女 就是喜歡看那種男男的那種女生 可是很少聽到人家說酒是扶酒的 為什麼 因為跟茅台有關的貪腐事件太多 你知道茅台因為它的價格炒作到什麼程度 曾經有一次茅台是這樣 因為茅台是貴州的嘛 有一次呢 貴州的機場想說我要拼業機 貴州的機場呢它就辦了一個活動 叫做呢 平機票可以買兩瓶這個飛天茅台 茅台特別出了一款叫飛天茅台 1499塊人民幣 結果你知道當時有很多的黃牛 特別為了這個飛天茅台 買飛機飛來飛去飛來飛去飛來飛去 就為了去買這個飛天茅台 買那個機票 然後好的時候有黃牛說 它一個月可以賺200萬人民幣 那你要想說它的本錢還包含機票的本錢 然後再加這個茅台酒 所以就是它炒作的有多高 可是你會發現這個東西對你的國力有幫助嗎 沒有幫助嘛 所以就有中國網友呢 看看比較台積電的之後呢 說這個台灣有半導體科技 我們中國也有科技叫降箱型科技 因為茅台被講叫降箱型的酒 都叫降箱科技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真科技跟假科技其實還是有差別 所以回顧外講 我們前面剛剛不是有提到說 美國要做的供應鏈重組 像我在觀察它的供應鏈重組這件事情呢 美國這次玩的比上次還要更大 什麼叫更大呢 川普的時候就已經講說要供應鏈重組了 對不對 但大家都在想說 那是哪一些領域要供應鏈重組 那現在拜登直接告訴你 先一開始起手是就四個領域 半導體 電動車的電池 然後跟醫藥類 然後跟稀土 那這四個有什麼重要性呢 你知道這四個的重要性在於說 每次像之前中國跟美國在打貿易戰的時候 都會先講一件事情 講說你美國如果不賣我這些晶片的東西呢 那我中國就拿稀土對付你 結果你知道三年前中國就是講這樣的話 那三年來美國做了什麼事呢 川普時代就開始做了一件事 就是讓澳洲幫他負擔稀土的責任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個表 這個表你就會發現 中國的稀土全球對他的這個 我們說這個依賴的程度 已經沒有以前深了 你看這個表 在2010年的時候呢 全世界主要的稀土依靠98%是靠中國 可是你看到2019的時候剩下多少 到2019的時候剩下58 你不發現速度掉很多 那2020比2019還要低啦 2020比2019還要低 就中國自己的稀土產量呢 2020比2019還要再往下低 為什麼 因為美國在當時呢 川普的做法就是找了澳洲的Linus這家公司 然後把美國幾家公司跟他一起合作 跟日本的公司也拉進來 然後在其他地方開載稀土 所以對美國來講 我稀土被你掐頭子的這個事情呢 就沒有這麼大 所以拜登把它列進去裡面 你會發現他這條路繼續往下走 但是你發現拜登列進去的 除了前面我們在講半導體 像台積電啊這種合作之外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他這次列進去的國家 把韓國也列進去 把日本也列進去 然後日本 韓國 台灣 澳洲 再加上美國這五個國家 他要做的是什麼 他要做的是降低對中國的依賴嘛 那其中一個項目 你有沒有發現很有趣叫做電動車電池 這個是以前之前 他沒有列出來的項目喔 那為什麼是電動車電池 因為很簡單啊 現在做電動車的電池 是電動車的心臟 那全世界以後要拼的電動車的科技呢 大家要拼他的產能嘛 然後要拼他的這個趨勢啊 所以你就會發現電動車電池 是不是關鍵 那如果是關鍵的話 目前世界做電動車電池 是哪幾個廠商 Panasonic 然後呢LG 然後你看到是什麼 中國的寧德時代 寧德新能源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你看特斯拉在中國用的也是 寧德時代 寧德新能源 那你想想看喔 如果你今天是美國總統的話 在未來新時代的電動車 你還要讓中國的電池 去掐住你的電動車的這個命脈嗎 你當然不要嘛 所以在這個裡面 你又不能每件事都是美國自己做 所以在裡面你可以看到 日本跟韓國都有廠商可以做 然後電動車電池的原料 在我們台灣也有做 所以這裡面其實又變成另外一個供應鏈同盟 好 MING 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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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